大清朝最终是王在慈禧手里的 关于慈禧王国败家的行径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 然而这些都是使学家记录下来的 并非慈禧身边之人所见 其实慈禧时期也有人亲自见证了慈禧 是如何一步步把大清搞垮的 比如有个叫玉德宁的人 他曾经就是慈禧身边的大同人 他的父亲是玉庚 是满洲奇人 不过玉德宁从小去了西方留学 在欧洲开阔的事业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 慈禧逃难两年 后来从西安重新回到紫禁城 这时慈禧打算引进一些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 这样才能在形态意识 尚跟西方国家接轨 于是拥有留学背景的玉德宁自然来到慈禧身边 当时慈禧身边有八个宫女 他们号称紫禁城八女官 玉德宁和他的妹妹荣灵一同留在慈禧身边 成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他们主要工作是担任慈禧的翻译 慈禧虽然顽古不画 但偶尔也要面见外国使者夫人 玉德宁刚来到慈禧身边时 才二十多岁 在当时可以钻走上人生巅峰 收入权力各方面都不错 然而没过多久 玉德宁却借父亲去世为借口 跟妹妹一起离开回乡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玉德宁化名为德宁公主 写下了《清宫二年记者》部书 再说终于德宁揭示了自己离开的原因 原来她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看了慈禧太后洗澡 慈禧太后生活奢侈 众人皆知 每天她都要在自己的屋子里放慢水果 香蕉 苹果 榴莲等 这些水果自然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给慈禧闻气味的 所以慈禧太后每天都要消耗数千根香蕉 而慈禧天后洗澡更加不得了 根据玉德宁在《清宫二年记》中的描述 慈禧进入浴室前 宫女需要把水温调好 然后有四个宫女在不同方向站着 围着慈禧要进入的木桶 当慈禧天后进入木桶后 便开始洗澡 四个宫女的任务主要是擦洗 一个给慈禧天后擦背 一个擦胸前 一个擦后腰小腿 一个擦大腿内侧 本来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慈禧太后洗澡规格跟普通人不同 任何毛巾都要用心的 而且慈禧太后擦洗用过一次 就直接扔掉了 因为慈禧太后不会用整毛巾 而这些毛巾因为被慈禧太后用过 别人也不敢用 于是形成巨大的浪费 据说慈禧太后洗一次澡 就要消耗两百多条毛巾 这种奢侈的生活 放到如今也没人这样浪费 玉德陵正式见到了慈禧是奢靡腐败 他清朝的看到清王朝将不久于人世 所以立马逃离慈禧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玉德陵的离开是非常正确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